运输成本 所有的成本加起来 比如说10块钱进不进来 我按理来说 我在马来西亚应该卖11块12块我才能挣钱 但是马来西亚就是只能卖9块 这就是马来西亚现在烧批很多的一个现状 Facebook卖东西 放一张照片 还要说PM价格 对 私信我 又不透明 然后还得磨叽半天 他这种其实是用另外一种引流方式 他就是不要再公开放价格了 你加他的私人号 这个就是隐私欲 TikTok直播带货那种 我觉得还是很有时长 而且是马来人的那个时长很大 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为啥都不做那个烧批的 你们要打个样 还是我先来 我都没打算要做 OK 我先说一下我 我为什么就是没有去做这个烧批 因为我做一个东西之前 我喜欢先观察 然后我一直就觉得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一旦囤了货 我去做某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到最后不一定成功 就包括我前面去做那个Airbnb的民宿 我觉得自己去经营那个东西很累很辛苦 而且到最后的话管理的事情特别多 让我没有精力去从事别的东西 然后但是我觉得什么 就比如说你是帮别人管理 比如说我这儿有一套民宿 对吧 你来帮我管理 或者是我把民宿交给别人 就第三方 就把一些复杂的事情交给别人做 这种都OK 但是如果我自己来从事这个 而且做那个就刚才我们说的Shopee 我再从头在囤货呀 做本地店铺 我觉得会比较难 最最终打破我不让我做的理由是 我观察了两年之后 在那个爱比营 不是爱比营 就那个Shopee的那个 他们有一个群嘛 他那个群里头很多人他都开始转让那个店铺 包括做到我觉得很成功的七八万粉丝 五六万粉丝的 全都是连店铺 比如说你把我的货全买了 五万块 我这儿还有五万块的尾货 你全买了以后 我店铺直接送给你 很多这种做的 再加上当时还没有人抱怨 然后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其实是有很多人在抱怨 说是就那些散户嘛 他们都是说我们10块钱进一个货 这个10块钱的成本包括我买东西的成本 还有就是运输成本 所有的成本加起来 比如说10块钱进来 我按理来说 我在马来西亚应该卖11块12块 我才能挣钱 但是马来西亚就是只能卖9块 这就是马来西亚现在烧皮很多的一个现状 互相恶性竞争 小的那种散户他很难去做 然后我当时就完全就放弃做这个烧皮了 很多人在轻货 为什么说10块钱的卖9块 因为在疫情之前的时候 很多人做这个烧皮都是挣了钱的 他们赶上那个当时买一下电商没有那么发达 然后正好赶上这个时候 电商一下子很好做很多人涌进去做 疫情之后很多人都去上班了 去干别的一些工作了 所以说他们那些店铺可能就不想做了转手了 我可以低于市场价 反正我钱也挣够了 我10块钱进的我就卖9块钱 导致那些很多刚刚刚想进来做烧皮的人很难做 因为别人已经把那个价格压到比你成本价还低了 这种时候怎么做 新人是已经很难做 但这种时候就是会哪些人会比较能好做 就是像刚才我们去参观的那两种模式 还是有我觉得是有机会能做的 你可以讲一下你的心路定乘 你这就是我的心路证 我以前是想要去做这个东西 但是观察完之后我放弃了 对你当时是怎么回事 你听说你10年前你就去那边考察过 我考察的时候 我是想做实体店批发的 我没有想过做这些shopee 因为当时的外卖行业 快递行业确实不发达 很多留学生都抱怨这里的网购快递速度很慢 对外卖行业也没有中国发达 手机4G信号网络也很差 那是10年前了 对对现在慢慢提高了好一点了 对那你当时有考虑过要做这个吗 我发现咱俩很多东西都是有想过 比如说前面黄包车什么的 grab司机咱们都是有想到去做这个 对然后你当时是有一些什么 你为什么后来没有去做这个shopee 我这个后来的几年忙孩子嘛 我三个孩子前两个孩子过敏宝宝 都不喝牛奶的 吃的东西都很难做 都要自己家里做 就一下子给忙起来了 有了孩子之后 都是把自己的时间给孩子了 张哥呢 张哥有没有前面想从事这个电商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边的一些物流的那种效率太慢 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就是我们三个人的一个心路历程啊 跟个人分享 那你们对马来西亚电商怎么看呢 就是这个东西 据说TikTok shop还在上升期了 对有TikTok进来进去 这就是我刚才你说TikTok我想到了 前面的时候大家做shopee的时候挣了一波钱 然后后面是什么东西把shopee的店铺有一点影响 就是他们第一波做TikTok他们开始做直播 就是真的是你很差很差的主播 你在TikTok上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对吧 位置都做的蛮不错的 当时好像是21年还是什么时候TikTok 那个网上卖那种东西特别火 那段时间特别好做 我也是当时想做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什么 你赶上就赶上了 你要是没做真的是就没赶上那个机会 他有一种微商的模式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就是在Facebook上面卖东西 有些人就是有自己的一群粉丝 在Facebook上面是好友那种的 那个得有粉丝 几千个五千个粉丝那种的 那得有粉丝基础 他那种就积累信誉了 他就卖玩具的 而且每次他发一个视频价格 发一个视频或者照片出来 那个玩具价格都不写 如果粉丝想要的话 要PM才知道价格 我就想这种方式有点太慢了吧 对 中国你买什么东西直接就是明码标价 这个东西这个玩具就十块钱 就十块钱 Facebook卖东西放一张照片 还要说PM价格 对私信我 又不透明 然后还得磨叽半天 他这种其实是用另外一种引流方式 他就是不要再公开放价格了 那里加他的私人号 这个就是隐私欲 他已经有五千个粉丝了 公益隐私欲 对 因为我现在是觉得马来西亚 如果你再想进去做shopee 就是你散人的 我自己在1688上看什么东西 我在做什么 这些那些 我觉得不好做 但是那个tiktok直播带货那种 我觉得还是很有市场 而且是马来人的那个市场很大 但是这些电脑平台都会收一个佣金 嗯 以前是收1%还是百分之几啊 那你应该比我懂 这个佣金的提高了 就很多shopee的电主会有点抗议咯 嗯 他提高佣金费了 佣金的那个percent 以前可能是1% 现在提高到可能5% 就是 那他们本来赚的钱 假如很少的话 现在这个佣金被平台收走了 所以他们就很难做了 然后又没有free shipping 没有免费那个运送 对 那我们现在就去那个港口那边去看看吧 那边有旅游景点啊 还是什么的 我们去转一转